新东方转型六个月 终于被大家看到 说这话的正是靠着双语带货 让新东方东方甄选直播间走红的的主播董雨晖 之前 这位自嘲连长得像兵马俑的29岁年轻人 是一名新东方英语老师 八年间带过50万学生 凭借最有文化的直播间 新东方主播话题于6月10日登上热搜 带动直播间三天涨粉超130万 日销售额也从百万左右涨至千万 同样飞升的 还有新东方和新东方在线两家公司股价 后者6月13日盘中一度涨超100% 过去一年多 受各种利空因素影响 新东方和新东方在线的股价暴跌了约90% 新东方市值蒸发了2000多亿 成为于敏红的至暗时刻 如今 新东方似乎在直播上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 于敏红又一次盘活了新东方 新东方做直播 是从2021年年底开始 于敏红亲自上阵 带货农产品 首秀拿下近500万成交额 和当时的顶流主播相比 不到500万只能说是业绩平平 去过新东方直播间的网友 不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有的说选品不好 有的说定价过高 甚至还有人身攻击 认为做教育的于敏红 带着一群老师下海 有损新东方和他的身份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 此前一直把退休挂在嘴边 渴望旅游 之交的于敏红 仍坚定地放下了身段 带着老师们站在了直播间中 直面所有网友 对于这一行为 有人报以善意的祝福 有人挑剔之意 甚至落井下石的嘲讽 于敏红照单全收 他一边在直播间推荐自己看过的书 一边跟李国庆 彭凯平等连线直播 一边卖货 不过 与于敏红的活跃形成对比的 便是新东方直播带货的不温不活 平均每场销售额 也就是十几万 几十万的水平 直到六月十日 双语带货将新东方主播送上热搜 长达半年的努力 在这一瞬间收获了爆炸式的回馈 无论是新东方 还是原本就是老师的带货主播 最擅长的还是教学 当这些人将教学与带货结合 他们的能力并开始闪闪发光 六月十日晚间 于敏红在直播间表示 将以往的英语教学和卖东西结合起来 是一个无意的过程 但谁又能否认 这种无意不是韬光养晦后的后继播发 洪流之中人人如沙力 而努力的人应该值得奖励 东方甄选直播的逆袭 在外界看来 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励志大戏 但对于敏红本人来说 可能不过是又一次考试 正如他的校友 中坤投资集团创始人黄怒波所说 于敏红经历过生死 心理承受能力比我还强 风浪面前不会趴下认怂 新东方成立虽然还不到三十年 但于敏红经历的挫折 却能拍上两三部 中国合伙人 于敏红经历过忍辱负重 他背着现今去国外请王强 徐小平等人入伙的的故事 人人皆知 有了外援 新东方的确在短期内扩大了业务 但也因有了利益 纷争也就无处不在 从2001年开始 新东方进入三年改革期 学校产权出现瓶颈 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 但谁料小股东 利益集团和于敏红之间 产生了剧烈冲突 他们盯上了新东方董事长的位置 也瞧不起于敏红农民的出身 将其定义成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眼看着管理者不干什么 整天吵来吵去 内耗超出了建设 于敏红自动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 如果以我离开一段时间或彻底离开 能换来新东方团队的团结 我愿意 他转头扎进了学校建设 带领学校业绩更上一层楼的同时 也让其他股东明白 新东方董事长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干 最后又被请了回来 这种回马一枪的行为宛如电影情节 于敏红身上还有众担当 尤其对比现在不少机构干不好 或圈了钱就跑路 他当时的做法堪称爷们 2003年非典 教培机构停课 一面是学生退费 一面是工资和房租的固定支出 于敏红找来700万资金救急 为覆盖退款金额 还专门找到银行领导提高日志取限额 尽管知道这样做新东方可能将身无分文 但他依然坚持了退费 于敏红还立下了规矩 新东方账上的钱必须能够满足 如果有一天新东方突然倒闭 或者说突然不做了 能退还所有学生的学费 并支付所有员工的离职工资 这条规定也是新东方 在2021年最大的业务 K9停止时得以体面收场 彼时有接近1500个教学点退租 光装修费就有六七十个亿 还有违约金 押金 学生退费和离职员工工资 也为这条规矩 新东方才没自乱阵脚 在被浑水做空时 于敏红展现了性格中坚毅的一面 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 这是我的底线 他一面召集柳传志 郭广昌等企业家朋友买入股票 一面正面刚浑水指控 花费1500万美元 请会计独立调查团等进驻新东方 一向指责他偷东西的人去证明自己没有偷 可以说 后续教育中 盖古好未来和高徒教育 遭浑水公司攻击 能得以沉着应对 都有新东方打样的些许功劳在 时间来到2021年 学科培训业务基本停摆 于敏红捐出了8万套客桌椅 在别人对他表示同情 尊敬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说 只一头扎进了带货直播的新赛道 黄怒伯说 他们这一代什么都经历了 哪怕一切归零都能接受 只要活着就能再来 在众多陷入困境的公司中 于敏红肯放下身段 挣扎上岸并不丢人 从头来过的于敏红 正好应了他那句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中将辉煌